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十朝TV的十朝news 4月15号星期日 外面还在下冰雪 他应该是冰 跟冰雨一起在下 都是下的冰粒 大概跟绿豆粒那么大 跟绿豆粒那么大 下了一天多了 他说要下到今天晚上 没见过 从来没见过 从来没见过 4月15号 4月中旬了 通常这个时候迎春花什么的都开了 那个地下的草都开始翻绿了 现在一马就跟冬天一样一样 那关键这种天气造成了 什么高速上哪都没人 哪都没有人 大家都在家里头待着 餐馆本来是应该赚钱的时候 空荡荡 连人都没有 你不出去我也不出去 谁也不敢出去 据说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的时候 我住的城市五百多起 五百五十多起啊 交通事故 我估计救援的和这些救援的人 警察根本就处理不过来 根本就处理不过来 我赶过一次 冬天车坏了 那隆冬的时候 你给那个拖车公司打电话 他说你在哪呢 他问你先问你在哪呢 他说我在 比如说我在停车场 在停车场啊 明天再说吧 后来到干脆人就说 我们今天根本就不接活了 因为外天太冷了 首先我得对我的员工的安全 人身安全有保障 人呢在这个环境中是最 人呢在正常社会中是第一的 那是第一的 所以几乎我在推特上 我看到还 美国还是哪儿下大雪 下大雪啊 那个人在推特上发照片 他说没见过 他说这个天从来没见过 然后那个朋友说 天灭中共吧 这应该就叫天灭中共吧 肯定会出事儿的 2018瞠目结舌 去年底我跟大家讲过 那在最近的节目中 一直跟大家讲命运 其实在各种环境中 跟大家谈到的是命运 4月15号 89年4月15号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 胡耀邦死了今天 而当时当中国人都盯在 胡耀邦死了的时候 在英国谢菲尔德球场 发生了当时英国历史上 著名的 球迷相互践踏的查案 当时在英国 198几年 199几年的时候呢 英国的祖总碑 我包上那时候 有没有现在的超级碑 英国的祖总碑呢 当时被人们称为叫英国流氓 球迷流氓 比较火爆 只能说叫比较火爆了 比较火爆 在比较火爆的情况下呢 他们经常发生肢体的冲突 所以在当时菲利普队 我忘了菲利普队跟哪个球队 诺丁和森林啊 在准决赛 后来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前后时间吧 球迷发生了冲突 当时的谢菲尔德球场 应该是有 都打铁炸了 他把球迷隔开 就是菲利普的球迷 谢菲尔德的 菲利普的球迷 还有什么诺丁汉森林 球迷之间是分开的 用铁网子隔开的 当时可能是因为铁网的问题 人们很多人被挤在铁网子上 最后死了96个人 死了96个人 伤了700多人 所以这是当时比较大的 在英国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我个人也都忘了 刚才在推特上看到 这个菲利普的 这个利物浦的这个 利物浦的这个 球员 因为在利物浦主场呢 做了一个纪念碑 纪念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在献花圈 十年吧 第十年头上 他们在献花圈 那其中有一个人呢 是后来菲利普队的一个队长的地理大概 大概是这么事儿 4月15号 那今天又是4月15号 曼城队 对吧 曼城队 在曼联队的主场 透过曼联队输给了叫什么 最弱的一个球队 1比0 0比1输了 然后曼城队在曼联队的主场 获得了今年的英超的冠军 那是获得英超的冠军了 因为曼联 曼联已经失去机会 能够超过他 所以曼城队的主教练呢 是西班牙人 第一个西班牙人在英超联赛中 获得冠军的 而他在过去十年里 大概获得了五个是六个 冠军头衔 这个就现在这个 曼城队的主教练 所以这都是 在我眼睛里 都是一种命运的使然 曼城队的获得 曼城队获得冠军 是得益于排名最靠底的球队 击败了排名第二的 跟他具有竞争力的 曼联队 那事实就是事实 球踢完了就这样 对吧 这是我眼睛里说 这就我说 这是命运的 4月15号 那继续了 在英国球场中 继续了这样的故事 那曾经的故事和今天的故事 而在中国呢 同样揭示了1989年的天安门惨案 从今天开始 火晓邦的死 引发了整个席卷 当时席卷中国的这种动荡 而中国的动荡作为开始 后来引发出整个苏联 苏联的崩溃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 但最早开始动荡的中国 却成为了中共 却成为了共产党政权的一个核心之地 走到了今天 所以这是那种命运的使然在其中产生的作用 令人相当无奈 我觉得令人相当无奈 无奈的成分就是 其实人应该能够理解到 自己努力的一切 在现实的环境中 似乎都有答案 似乎都有回报 但是它绝不是百分之百的回报 人们记不住曾经给予自己的回报 人们记住的是那些本该获得回报 而消失一尽的客观结果 我觉得这就是命运 人们在感叹命运的使然就在其中 有朋友说 涛哥我没看过《风神演义》 后来我才意识到 据说90后和00后 很多人没看过《风神演义》 说心里话让我蛮吃惊的 让我相当吃惊的 没看过《风神演义》 这是年轻人来讲 在我眼睛里就可能 距离中国人的传统相当遥远了 而90后也好 00后也好 在他们城市的年龄 十六七岁往上 逐渐接触社会之后 他们看到的是手机 他们看到的是iPhone 他们看到的是一种技术性的产品 在他们现实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位置 从而代替了人的本来传统的东西在其中 我觉得有这些成分在其中 所以有些人觉得爱听 有些人觉得不爱听 有些人觉得爱听 有些人觉得不爱听 但是呢 在我眼睛里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还是那句话 人是最根本的 人坏了全都坏了 而人这最根本的一切呢 其实在《风神演义》中呢 它表现出就是这种根满性 我提醒大家 还是提醒大家 我个人讲《风神演义》 主要是针对中共的无神论 《猴理论进化论》 对吧 和这个无神论进化论 所带来的高级动物的说法 这种人的 对人的基本定性 我只局限在这个层面 只局限在这个层面 它的意思就是 传统的中国文化 传统的中国的文化是生命文化 是真正的生命文化 是一种传递的 生命传递的文化 而任何事情的发生 上天垂向 人间必有大事情发生 上天垂向 四月份 四月中旬 下了这种冰暴大雪 这就叫上天垂向 如果你相信天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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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实的环境中 其实它就讲天地人是一体的 我们身体上有天地人 那我们生活的环境同样有天地人 它是对应在一起的 我们个体的人有着天地人 我们生活这个环境有着天地人 所以你表面看起来没关系 但似乎没关系 但是呢 我们生命内在能够感受到 它是有着真实的关系 昨天呢 因为下雪吧 男人去不了 然后随便又看了 风神演义 就中间看了一段 万仙镇结束之后 那个书呢 那个书呢 里面有一些呢 写的表面感觉起来没有前因没有后果 他就突然出现这么个人 万仙镇 我还没有 我没有仔细追究哈 我注意到万仙镇 他也是没有前游 前头没有影子 就突然出来的万仙镇 等万仙镇出来之后 在他打完之后 本来是通天教主跑了 通天教主只带了大概 最后他剩了一两百人啊 一两百弟子走了 当他剩掉一两百弟子走的时候呢 他当时本来是想去 他师父那儿告状 他打败了嘛 他要上红军道人那儿去告老子和原始天尊的状 而在这个时候呢 红军道人就来了 找他这个小弟子了 来的时候那通天教主知道啊 那就知道老师来了 然后老师来之后 他直接就向红军道人告老子跟这个原始天尊的状 告他们的状 红军道人说你不用说了 我都知道怎么回事 你还告他们状 事都是你惹起来的 是你的错 是你的错 那通天教主在听师父这么说的话呢 他就没在之声 然后 红军道人说你带路 你带路 去找你俩师兄 跟你俩师兄说我来了 弄得通天教主也没招了 那结果就跑那个就跑到这个原始天尊跟这个 原始天尊跟这个老子那儿 当时哪吒在外边 哪吒跟二郎神值班 哎 看见通天教主来了 哪吒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他们差着辈分 哪吒跟他等于是 但是 呃 通天教主是他的爷辈 跟原始天尊是一辈嘛 所以 那 原 这个 这个 二郎神跟这个 呃 跟这个 哪吒对通天教主而言 是孙子辈的 啊 差着辈的 中间差着辈的 那 通天教主直接跟他说你去 去跟那个你的俩师大爷师师爷跟师大爷通一下说他们的师父来了 我们的师 我们的师父来了 那只能叫师父 因为 红军道人对对二郎神而言呢就差了三倍了 原始天尊他们出来之后 红军道人后来就把这个 呃 把这个原始天尊老子和通天教主都折都责怪了 责怪的意思就是说 大概的 你的师弟呢是这样的 但是你们也不应该 啊 你们不应该发生这种冲突 那 在万仙镇里面 在他们对雷打起来的时候 呃 在形容老子的时候也提到 说老子的那叫什么三味真火啊 三味真气啊 也动了 动了气 就完了 动了 只要一生气 就输了 在修炼中 就叫输了 啊 不在你这个营述 不在你的功夫深浅 而在你的境界 因为 只要你动了气 你就没有顺应这时代的背景 它里面我能读懂的意思是这个 万仙镇是命里注定的 通天教主的发 事情的发生 也是命里注定的 红军道人指责老子跟原始天尊也在这里 说 是这事儿定好的 那他们 那个 他们呢 就说 结教的人呢 会出状况 这事儿确实都定好了 定好的事儿 那你们也不应该如何如何如何 我记不住原话 那输了那么些 你们也不应该如何如何如何 所以用人的话说 只要一失控就完了 什么叫失控 奥上 沮丧 愤怒 发火 责怪 责备 对吧 推卸责任 在人的语言都是这些 其实在任何一个生命的层面 都是这个 它里头 如果我能解读的是什么 动心了 通天教主的做法 你只能 可以说它就不够纯净 它的做法 它的狠毒 激怒了老子 当老子跟原始天尊被激怒之后 那通天教主就有存在的价值 手心 手心的出现 要否定手背 你才能看得着 手背的出现 要否定手心 你才能看得见 对不对 所以相生相克的理 在当初老子的年代 就已经定下来 从他那儿就有状况 你看起来它是代表正的力量 但是在书中写 它本身也是一个修正的过程 这是很有趣的一种生命存在道理 正是因为有着生命存在道理 我才能理解 我个人的说法就是说 那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必然的 中共发生的事情 我们中国发生的事情 包括川普打叙利亚 这是必然的 因为唯一不能够重复的 唯一的绝对是时间 当这时间走向绝对的时候 不快不慢 对于我们人而言 实际的情况它可能有快慢 它也一定有快慢 但对于我们人而言 我们受控于时间的时候 它不停 它不往回走 它不这么走 它就这么走 对不对 那我们中间发生的一切就是必然的 现在发生的一切是必然的 所以人的境界 是在这必然当中 能够醒悟到 真正的生命的尊严 能够认识到自己生命的尊严 能够从中 蜕变出 净化出自己善的 真正内心中的善 生命中的善 不是人间的爱 不是带有爱恨情仇的爱 是生命中的尊严的那一份珍惜 尊严的那一份珍惜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我把习近平不杀 不杀人看那么重 他不会因为他的政策 而导致直接导致某些人 某一个人的死亡 他一直到现在是坚守这一条 而杀人却是共产党生存的必须条件 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 他的任何政策 无论他以共产党名义说什么 他的生命基础上 是共产党完全对立的 是反的 完全反的 完全反的 那这是今天 在我眼睛里看到他 那是一种希望 那是什么希望 是一种生命的希望 但他一定起多大决定作用呢 不一定 不一定的 刚才我跟大家讲了 原始天尊老子 后来被 同样被通天 被这个 红军道人责怪 然后红军道人把他们杀 老子 原始天尊 跟通天教主 叫到宫前 跪下 然后拿出了三颗单 只能叫单了 给他们杀一人一颗 说吃了 杀人就吃了 吃完之后 你知道红军道人说什么 说我这个单 我跟你们刚才在我面前说了 大家不再记恨前仇了 就是这件事情过去了 你们谁再把对方放在心里头 这件事情你们谁还在放在心里头 这个单自己在你身体里会炸掉 会把你们毁了 那当然这个说法是在风神演义里写的 事实是怎么样的 我个人也没有资格说 我跟大家解释过 我说在我眼睛里 这种事情的真实故事的背景 可能未来只有 只有未来佛弥勒能说 那其他任何一个生命都没有 其他生命没有资格说的 说不清楚的 因为老子原始天尊 在今天的人而言 都是至尊的 至尊的这种圣人 对不对 那我们在我个人的角度里 只是跟大家分享 他风神演义中讲的故事 在我眼睛里他暗含着一种道理 所以当这种道理 给今天的人 既然这本书留在今天的人 在民间流传 在警示着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活着的中国人 他的生命境界 配有资格享受这一份故事 有资格享受这一份故事 那享受这一份故事在于 能够在现实环境中 体悟出生命的自我生命的珍贵 他有机会体悟出 在不同的境界时 能够看到生命境界的真实反应 每一个层面都有他绝对的约束力 每一个层面都有他那个层面的 对生命要求的法理 应该可以这么讲 我觉得能够体会 能够分享就是这部分 就是只能从这个角度上去讲 所以在 在这个 红军大欧人的眼睛里 那即使原始天尊跟老子 做的是完全顺天意的事 是正的事情 但是他们个人在其中 当跟通天教主同样有了冲突的时候 有了一种情感上的接受不接受的时候 都是错的 是错的 因为 当有情感的东西 在他的情面 在他如果是情感的话 应该不应该叫情感了 我们就说这含义了 因为我刚才讲这本书 它降到民间了 它就会带来一些 与天意 与生命境界的纯净 相对立的成分在其中 它对我们的含义就是 我觉得对今天人的含义就是 你要相信生命的纯净 第一 第二 你要知道在今天人的利益中 无神论跟进化论 是根本上否定 生命的这种彼此相依托的存在 根本上否定自己生命的真实 这是他真正真正邪恶 在我眼睛里 这是真正真正邪恶的 那 从而正是 如果你有这种认识的话 你能体会到 为什么 在某些时间的背景之下 人对生命的珍惜 人对死去的人 对现实环境中的人 那种珍惜的程度 当任何一件事情跟你没有利益关系的时候 没有利益关系 你会发觉很多人都表现出 人自身善良的一面 人的恶 往往是跟自身的利益挂钩的 你的权力 你的利益 你的欲望 你的爱情 你的愤恨 你的妒体 你的战友 你的工资 你的假期 你看他一眼 他看你一眼 一定跟个人有关 有 与个人的 与个人的 理想 与个人的想法 利益占有 直接碰撞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的反应 那是反映出声明境界的 声明境界的 星期日嘛 星期日嘛 今天在这个 本国之音 他写了一篇 把习近平跟川普对比起来的一篇文章 蛮有趣 蛮有趣 他说 习近平跟川普之间到底有什么共同点 因为他们之间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川普一开始在去年的4月份 绝对不买账习近平 到习近平主动拜访去了两天之后 川普百分之百的接受习近平 但是又把习近平跟中国共产党 中共政权隔离开 这是川普的做法 那一直延续到今年一年 CNN昨天做了一个报道 他说中国的习近平一心一意的尽头 让川普只能望尘莫掌 这个说法 把共产党的习近平 中国的习近平 对比美国的川普 来 而CNN是一直站在川普的对立面 无论川普做什么 他一定是打击川普的 一定是反的跟川普说的 两个人的形象对比不能再强烈了 地球的异端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穿着军人的迷彩服 来进行大阅兵 该国历史上空前的海军阅兵 来向这个地区展示他的权利 而在另外一边 四面受提的总统 看来是无穷无尽的国内纠纷 弄得心烦意乱 还要面临着 随着星期五 美国领导的对叙利亚的惩罚性打击 所导致的后果带来的国际社会的压力 你很难想象 一个同一个国家的媒体 都是美国的对不对 美国自己国家的媒体 以最大的方式 与生命 使用着生命的观点 完全对立的 中共政权的领导人 来打击自己国家的总统 这要放在中国 那不就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罪 对吧 扰乱社会秩序罪 我们只要这么一看 你就知道 美国社会的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它的价值在哪 它的价值在哪 这东西不用说现在放在中国了 这个说法就前头这一句话 你今天放在香港试试 对吧 他说假如这两个形象可以用来说明什么的话 那么他们可以说明的就是 美国的总司令的注意力的焦点是分散的 中国的总司令的目标总是说一不二的 那你CNN就应该搬到共产党那里 对吧 那你应该搬到共产党 所以CNN的整个它的新闻标 新闻内容 竭尽全力要把川普埋态掉 那川普是不是四面楚歌呢 两个小时之前我刚给大家转了一个推文 川普自己写的 他说我的支持率现在超过了50% 刚刚超过了50% 很遗憾 在同期如果可比较的同期段的时间段里面 对我的支持率远远超过了奥巴马 远远超过了奥巴马 那CNN对奥巴马呢是褒奖有加 对这个川普呢是恨他不死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你可以说它是假新闻 你也可以说它是事实 那关键就在新闻点的分析点上 分析点上 对习近平而言 他乘坐驱逐舰在南海海上行驶 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不可能误解的信息 中国是老大 他说习近平的战略一心一意在扩展中国的影响 习近平因此跟立场不断变换的美国总统川普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尽管川普上台是要美国优先 但是在国内 川普面临巨大的麻烦 难以推进他的纲领 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问题 正在笼罩在他的总统职位上 他说习近平在南海阅兵 是向全球宣告他是老大 习近平说中国是老大 但CNN故意没提当时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横穿了习近平的检阅的军舰 横着插过去 习近平在检阅自己舰队当中 他一定看见了罗斯福航母 他自己没敢登上辽宁号航母 三天的演习一天半提前结束 原因就是罗斯福号航母就在这待着 你弄你的跟我没关系 大家可以打招呼 罗斯福号航母的舰支 他的舰上司令 他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 我清楚地看见了周围的中国舰支 他说操作蛮专业的 操作蛮专业的 在中国的报道不提 那如果这种事情出现的话 那CNN说的中国是老大的说法 只能说是中国自己说 你要知道在现实实战对比中 在当时的阅兵的实际情况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在国外川普面临着较为复杂的外交政策挑战 而这些挑战 以往稳定的政府会觉得是难以应付的 所谓的外交挑战很多是川普自己挑起来的 川普为了达到美国优先的概念 他挑起了这种动荡 在北美跟北美贸易协定是他挑起来的 TPP 还太平洋的自由贸易区 他一开始撤出来 现在又要加进去 这都是他自己干的 对吧 所谓的外交之间的冲突 很多是川普自己挑起来的 那你跟CNN的报道中间就是有状况咯 不是这么回事咯 中国的习近平最近在巩固他的权力 加大他的权力 成为了终身国家主席 无可争议的是 中共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未来有一个一贯的做法 跟民主国家随着选举变动而大所不同 民主国家的行政当局常常拿先前的政府 与原来的政府南辕北辙 那这个说法就很有趣了 我没跟你说吗 CNN你应该搬到 你里头应该成立中共党支部 对吧 这你就知道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 在一个现实的环境中 其实在我眼睛里 川普的出现打击了以CNN为代表 CNN纽约时报 这些媒体为代表的精英政治 精英社会 精英阶层 我跟大家解释过 精英在我眼睛里就是欺骗 那川普呢 就有点 有人说他类似神的使者 有人这么说了 类似神的使者 因为他在面对一切事情的时候 他总会把祈祷放在首位 他把祈祷放在首位 而不是他个人的能力 尽管他在在这个 尽管他在这个推文中 在很多做法中吹嘘他的能力 你可以叫做吹嘘 我说一句 我常跟大家讲的 在美元上 一块钱一百块钱都有引告的为刀子 但是美元是最利益的表现 同样是利益的 但是美国人把它作为是神的呵护 神的慈悲 共产党的钱不是 共产党的钱是魔鬼杀人来的 毛泽东的头像放在上面 是指他杀了几千万中国人 才造成你今天有钱 完全是生命中对立的 完全是对立的 完全是对立的 在CNN的报道中 却把中共本身给放在了一个正的方面 很多支持中共当局的人说 中共当局不让中国民众看CNN 真是个大缺失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在我眼睛里 我以为就是川普的出现 确实揭示了 就是打击了民粹主义 对不起 打击了这些精英主义者的 真正真正的腾处 然后文章里提到 川普对习近平对中国的挑战 究竟有多大胜算 我节目中一直跟大家讲 川普对习近平和川普对中共 他一定是分开的 到现在都是分开的 那全都是分开的 但是几乎所有的媒体 是把他们画在一起的 日本时报 今天的报 昨天的报道 发表的是法新社的一个分析 川普在贸易问题上 绰尔反尔令人无语 但专家说 他的做法可能会产生结果 他的策略 他的做法 他的直接了当 他的手段 但他给你一个真实的人 给你真实的人 给你一个在人上是个坦白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 今天新闻媒体政治专家评判不出来的 川普在贸易问题上 对中共政权采取强硬路线 让很多人担心贸易战造成损害 而他对中国一会赞扬一会威胁 让很多公司感到琢磨不定 所以这就是他今天太多的公司的人 精英的人都是利益的 而不是生命的 所以他听不出川普在对待习近平个人 与对待中共政权之间的差距 他听不出来 听不出来 很多专家承认 给中共政权施压要中国改革 是可以奏效的 尤其是北京实行美国所强烈的要求 那些改革也有利于他自己 川普发推文放狠话 一会又非常乐观 翻来覆去 让很多公司感到惊讶 一会放心 一会惊慌 他就是这样的 他就是这个做法 对不对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当川普拿出500亿的单子的时候 中国立刻推出500亿 我当时在词我说 这个习近平这个老炮改成赌徒了 川普堵死他 啊 你跟美国人对赌 你跟庄家对赌 堵死他 没过几个小时川普拿出1000亿 习近平立刻就怂了 对不对 发的说的是什么 我们奉陪到底 陪你个大头鬼啊 你拿什么陪啊 对吧 你拿什么陪啊 还奉陪到底 赌徒就是这样的吧 那你就没想过川普他自己开赌场的 一会左手一会右手 一会左手一会右手 一会前门一会后门 当你不能从人上认识他的时候 你一定被他玩死 因为他具有实力 4月7号发推文说 中国必须结束不公平的贸易 取消贸易壁垒 第二天发推文说 习主席跟我是永远的朋友 不管我们贸易纠纷上有多大 星期四下令他的高级助手 去查看是否可以重新加入 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定 那让很多贸易伙伴感到乐观 因为他当初一上台就给撤出来 而乐观情绪很快又被打掉 他半夜发推说 只要美国获得比他前任奥巴马 所获得的更好的交易 他才重新加入 所以愣得 包括他的伙伴也搞不清楚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 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而太多的人都把自己塑造成精英 对他就不理解 那在这篇日本的文章里还提到 眼下人们担心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的紧张的程度 那中国采取反制裁措施 要拿美国的农产主和猪肉生产商开刀 川普一生气呢 又列出一个一千亿的单子 而本星期早些时候 习近平在博奥他提到博奥 说要降低美国进口车的关税 放松对美国公司的限制 那 川普随即表示感谢习近平的美言 并称我们会进一步取得重大的进步 这篇文章列了很多这样的内容 而这篇文章自己也没有能力去分析为什么 没有能力分析为什么 他只是列出来 其实你可以看到 川普不听任何其他人的 对川普而言 他只听习近平一个人的 只有他逼的习近平出来说话 他就即刻对话 习近平不说话 他一定加码 习近平有了承诺 他就接受他 接受他的承诺再加码 一定要达到我的目的 所以刘鹤也好 杨洁篪也好 他是以团队精英的方式 出现在美国社会 出现在中国的政坛高层 来进入美国社会进行 所谓曾经的这种精英式的谈判 川普根本不接电 不要 我只要你习近平的话 习近平公开的表态 他全都接受 符合他的他就接受 不符合他的他就不干 这个 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就意识不到这点 这点对他川普而言是极其重要 所以就变成了两个真实的人在对垒 那无论习近平在国内的体系中 他营造出他个人的权利 但是在对外的具体事宜上 他交给团队去操作 可是川普就不接受这个团队 只接受他个人的公开承诺 我觉得问题就在这 虽然一些分析家 其中包括美中贸易委员会都警告说 习近平过去做过类似的承诺 但从来都没有兑现过 而美国的大乡理事会的美中问题专家 罗伯特认为呢 川普为此表示祝贺是有道理的 习近平过去做出过类似的承诺 但从来没有兑现过 那我不知道这里的说法 是指WTO之后的都算在一起呢 因为如果他把习近平对等中共的话 那有道理他都算在一起 而都算在一起 这是中共政权的生命的特征 他就是欺骗来的 靠欺骗来的 而在从去年到 应该叫去年 去年4月份到今年4月份 习近平去年4月份到美国 是为了争取川普 争取川普给他 习近平自己国内的时间 他正经八百处理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是最近才开始 他获得权力才真正开始 在此之前 他以应付的方式 他以这种 以国内夺取权力 作为习近平真正的执政重点 所以 他讲说 做过类似承诺 但从来都没有兑现过 是因为在过去时间里 他任何的承诺 他都可能都是在他国内 无法兑现的 他的权力 他的力量 他面对的一切 都造成他根本无法兑现 啊 他连权力还获得不了呢 那他还改宪法呢 他还要思想进党章呢 他还要把王岐山转个圈提上来呢 他他还哪里有精力 以政府的概念 去兑现 向美国兑现的承诺呢 但是现在呢 我们看到了 川普的做法也同样 我不听你共产党政权怎么说 我不听你委员会怎么说 我听你习近平个人怎么说 所以这里 另外那个人说了 川普为此表示 祝贺 庆贺 是有道理的 是因为川普对他习近平个人 第一个 第二个 我依然坚信他们两个人 内底下 他们个人之间 有着某种交往 他们的个人之间 有着某种彼此的承诺 而这一份承诺 是相当于 国家里面最高级别的秘密 我还是说那句话 习近平跟川普个人的承诺 如果有人知道 如果有人知道 可能也就是王岐山 没有第三者知道 如果有人知道 也就是王岐山知道 王沪宁肯定不知道 肯定不知道 所以如果是这种东西在其中的话 就是这段故事 他愿意去冒着认人评述的这种风险 因为他心里明白 你评论我半天 你都不知道我要干嘛 那他心里还处你吗 根本不答应如何说他是包子 反正 四月份呢外面还在下大雪 还在下冰雨呢 瞠目结舌的2018呢 在我眼睛里几乎是肯定的 今天的这种冰雪 其他地方的大雪 跟未来出来更加 在我眼睛里发生更 更瞠目结舌的事情 来迎合现在的环境的改变 所谓环境的改变 是我们人习惯的一切 都被现实发生的给打破了 那你其中能够解释的只有两个字 命运 所以在命运的选择中 在现实的选择中 拒绝中共 选择善 拒绝中共 就是选择善 对生命而言 太珍贵了 对2018年而言 太珍贵了 太迫切了